昨天的视频很多网友建议我把房子卖了 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里 这里环境很好 空气也好 但是不建议投资的人买 今天我们准备去赶集 路宽车扫 以后我也可以多练练车了 我们是开着房子出来的 赶集的时候呢 道路两旁都可以停 你看这路边停的车全都是外省的 来这儿买房的都是度假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局势还挺大的 也可能是因为今天是中秋节 出摊的人格外多 逛街的人也多 我特别喜欢这种集市 东瞧瞧西瞧瞧 还没有吃早餐 肚子饿了 豆浆一块钱一碗 特大的油条五块钱一根 五哥点了一碗面要十块钱 这个价格有点贵啊 喝了半碗豆浆 吃了三块油条 肚子就饱了 剩下的油条就打包带走 西红市十块钱三斤 这个烟台掉瓜第一次见 还有现磨的芝麻酱 这个大家应该很少见吧 这螃蟹看起来个挺大的 回头过来再买吧 卤山的生蚝特别出名 这个房子是二手买的 除非是中栽区 所以买一些保洁工具 这边还有很多生活用品在卖 也挺方便的 买了个手套五块钱 看这人山人海的 今天人特别多 两边都摆满的 烟台苹果一块钱一斤 这价格都快到皮发架了吧 鲍鱼最便宜的一块钱一个 这铃铛满目的 我也不知道我要买啥了 我们决定先走走看 最后返回来的时候再买 不然大爆小包提着也重 看着这飘逸的衣服 这价格肯定是相当的便宜 我又发现了新大陆 三倍十块钱七斤 真便宜啊 活虾55块钱两斤买了一点 中秋节我们也买一点月饼 两个3块5毛钱 这价格真的太良心了 再买一点水果 买了条海鲁鱼35块钱 这边一条街呢 全是当地农民自己种的菜 拿出来卖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菜 纯天兰五公害的 买了一些辣椒 买了些土豆 老板说5块3 给5块钱好了 我还在转的5块3 毕竟我们赚钱比他们容易 生蚝4块钱一斤 买了12块钱的 旁是又买了两只大的 现在我们两只手都停满了 满载而归 我们先不回家了 去海边转一转 海边经常停着这样的车 看着楼盘的价位 是不是很便宜啊 忘了带狗绳 这边有小孩 我们牵着小花走 这知识下面在跳舞 到了空旷的地方 小花可开心了 好久没有这样撒欢的跑了 另外一边很多人在赶海 而我们这边一个人都没有 小花像疯了一样 来回的奔跑 来了一个松果 自己在那里自娱自乐的 在海边玩了一会儿 我们准备回去了 小花你也帮忙干你活 下午在家没事 准备清理厨房 上一位业主留下的战绩 这里可是重灾区啊 我们俩忙了好几个小时 总算恢复了整节干净的厨房 这真是将中秋节过成的 五一劳动节 吃一顿丰富的晚餐 犒劳自己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